来 有事吗 嗯 我有事问你 要去客厅吗 不不不 我觉得卧室蛮好的 床上舒服 有安全感 没防备 我之前直播 不都迷迷糊糊的吗 又吃又睡 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你帮我参谋 参谋 明天直播我要干点什么好 上次是随手扎丸子头 这次要不要换个发型啊 我觉得自然就好 大哥 这些所谓的自然 都是经过设计的 比如尾素颜庄 随手扎的丸子头 我连到手都要废掉了 那 我觉得丸子头就挺好吧 好 那就继续丸子头 下次再换 反正这次也来不及练了 天哪 这是被恶鬼附身了吧 你之前消耗太大了 所以看到高肉量的食物 都会觉得很美味 我下次直播 总不能这样吃了吧 为什么不能 这样很可爱啊 你觉得可爱 大哥 你这品位 要认同对方 对 你说得太对了 这样才可爱 就这样吃 你来我房间 就是为了跟我讨论这个 难不成是为了跟你睡觉 你不是吗 不是啊 你刚刚说 舒服 有安全感 没有防备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卧室里有安全感 床上趴着舒服 这种环境里没有防备 有问题吗 大哥 加上你 我跟我的三位前人 都是好朋友 我对你 已经没有任何非分之想了 你只是薛长安的爹而已 不用担心我会对你做什么 我什么都不想对你做 懂 我跟她的准备 我说什么 都不愿意 我把这叫更冷了 我说你 就不在家人 我说特别什么 我说他有事 都不在家人 他就不在家人 你还能没有 没有 自己不在家人 你也不在家人 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幸亏我临场发挥得好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应该没露馅吧 对了 我是要去找他和好的 那现在是和好 还是更差 对了